人生有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掌握 这星期你是主角的嘉宾 8A兼子 关子棋也是一样 我会考8A比较不开心 因为拿了10A 我觉得他很失败 那个程度这样 我是在身上最高的 最高的 大学头三年 关子棋仍然是尖子 每年有33万港元的奖学金 但毕业前一年 事情却起了变化 因为其实我是2005月考试的 身边的大考 那我考试我就读不到书 完全读不到书 就是怕得读不到书 他以为是情绪问题 三年后才发现是隐性基因遗传病 身体严重衰退 当时他对上帝很疑惑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这使他一下子从高峰掉下来 要重新学说话 走路 他又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 这一集你是主角 尖子的生涯规划 千万不要错过 大家除了可以在这几个时段 收看你是主角 还有你是主角 记得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 近年学生自杀率有上升的趋势 有人说赢在起跑线 但这却换来种种压力 家长老师到底可以怎么做 这星期爱地球观察站 跟你一起探讨 我们做家长 做老师 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 其实小朋友 他们的人生经验 与我们大人的人生经验 其实不一样 我们可能有三十四十年的人生经验 他们只有三四年 在发到他们的潜能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给他们时间 要尊重他们每一位小朋友 学习的方式 能力的速度都会不同 当孩子有过失 家长和老师又如何恰当地处理 要给他知道你是疼他 第一样是他要知道你疼他 关心他 然后你跟他谈 但有时都会骂 其实我是会骂人的 但骂完一定要谈 这个是一个大原则 想好好管教下一代 千万不要错过节目 另外四月份就是复活节 但复活节之前的愉悦节 你知道当中的意义吗 愉悦节晚餐的体验又是怎么样 想知道的话 星期五晚上十点半 记得收看爱地球观察站 随着网络的发展 人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到底这种工具 对现代人在信仰方面 有什么挑战呢 香港信义中神学院主办的讲座 咒诅 祝福 网络媒体对信仰的挑战 邀请了突破机构 事工发展部总监梁百坚 和信义中神学院副教务长 何善斌博士 透过日常生活例子 带我们思考如何善用网络 不要堕入陷阱 我最近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关爱座 然后有个老人对着她破口大骂 就拍了出来 结果网上很多人就骂这个女士 但其实这个女士 可否澄清就是刚刚做完手术 她当时是病的 脚是不舒服的 但是 跟着就停了 但是在停了之前 已经很多人骂了她 骂得她很厉害 你再看一下Facebook的时候 它是再快过一分几十秒 因为你自己可以自主地 扫过去 是不是 你就会不断地吸 然后你慢慢少了去反思 到底那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是真还是不是真 在使用社交网站时 经常会遇见一些 标题很吸引人的文章 但当中有很多都是商人 用来赚钱的工具 她利用的什么呢 利用的是你的愤怒 利用的是你的即时的情绪 然后就用你的渠道 用你的知名度 或者是被信任程度 然后就传出去 他们是利用来赚自己的钱 这个就是内容容畅 我们又可以怎样 善用网络媒体 成为传播福音的工具呢 请留意4月9号星期天 晚上8点播出的 咒诅 祝福 网络媒体对信仰的挑战 它会让你对网络 有更全面的认知 如果您想支持 创世电视的福音制作 请给我们发送E-mail 也欢迎登陆 美国创世电视 Facebook专页 紧贴最新动态 下集创世情报站再见